第二是资讯揭露者免责规定 第三是关于受害者的权利回复 因为过去在威权体制下 政党有部分的财产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取得 但是有的部分是来自私人 所以草案中有规定党产如果是由国家取回之后 原则上明定为国有 若受害者能证明哪些不当财产是他当初被夺走的 可以向行政院设的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申请财产取回 第四是资讯公开 最后是调查程序的公正程序保障 针对有关调查程序应如何进行 法案中也有进一步规定 目前的行政院对于党产的处理要如何进行 我们不应该置身事外 因此为了落实转型正义 敬请本院的同仁支持 谢谢 好那接下来林俊县委员跟赖瑞隆委员都不在谈 我们等他到的时候再让他们补充做提案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这个寻寻寻寻寻寻的时间跟上次一样 本会联席委员这个时间发言10加2 那第一位我们轮到登记第22号的这个杨振福委员 来 杨振福委员时间10加2 谢谢 主席各位同仁早 我想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不当党产处理条例 或其他相关的这一些法案 但是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这两天发生了就是内湖的沙童案 引起社会非常大的震惊 也让家属非常的痛心 仅仅四岁的可爱女童 被用如此残忍的方式来杀害 我想所有的人都不能接受 可以说是人神共分 而本席自己本身也是三个小孩子的父亲 所以当看到这个相关新闻的时候 本席的心里是坦白讲非常非常的难过 今天的委员会虽然是审查党产条例 但是呢内政部直施治安事务 本委员会更富有监督之责 所以特别是今日内政部长也列席来备巡 所以本席在此建议 主席是否请我们在场的委员同仁 备巡官员以及现场的所有人 起立默默一分钟 这个你这个应该我会带临时提案来做处理好不好 你先进行巡打 那也希望主席待会能够处理 以表示我们对这件事情的一个难过与重视 那另外请陈部长 来部长 阳委员好 部长早 部长我先请教 这一次沙同案的祖贤是否为精神病患 是不是精神病患应该由医疗单位来做见点 是啊我也觉得是这样 那为什么我们台北市的刑大已经先认定他是精神病患杀人的一个案件 然后士林地检署又表示还在侦办中 同时就像您说的需要医生来鉴定 如果这样是不是有先引导 如果他先定掉了会不会引导证人 或者引导这个当事人来往这个方向 自己先来做一些预先的一些说法 我想我因为我没有直接听到 这个台北市警察局怎么说 那到底是在这个警察在对外说明的时候讲的不精准 还是在报导的时候不精准我不清楚 但是很清楚的就是是不是精神病患应该由医疗单位来做见点 好 我想我们都很清楚是这样的 所以可能要请我们警政署这边去了解清楚 如果在还没有经过相关的鉴定或者认定之前 刑大这样的说法我想是非常的不当的 必须做一个处理 再来的话我想这几年一直发生 像包含昨天中午也发生了捷运砍警察的事件 那近年来的这种随机案件平传 92年的时候新北市陈贤杀害女童 出狱后再度杀害林女 101年台南发生林贤诱骗十岁男童割喉致死 103年郑杰捷运随机杀人 104年龚姓男子在北投文化国小 尾随八岁女童割警案 以及昨天詹贤在捷运站砍伤警察 这些犯贤竟被诊断具有精神疾病或持有精神障碍手册 请问部长 针对这些治安高风险的精神病患 政府有何对策 昨天在治安汇报的时候 张院长也指示卫福部要就这一个 怎么样加强疑似精神病患 这样的一个强制送医 以及加强跟设政 以及跟治安单位联系这样的一个做法 这是在列为中长期的措施 在短期上来讲 我想我们警察治安机关能做的 大概就是加强巡逻密度 能够提高这个进警力 另外在校园的安全防护的作为上 能够跟教育单位做密切的配合 另外当然还有就是目前就 卫生设政警政通报的联系机制上 能够来强化 我想这样部长 您刚才提的这些都是惯常我们听到的回答 这些事情已经讲了很多年了 我们不希望每一次 在发生重大的社会治安案件的时候 又听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回答 部长 旧方法产生不了新结果 如果大家还只是这样子 想说把这一阵子的这个社会新闻的 舆论热度把它应付过去了 然后还是一样是用这一些什么联席 然后我们会加强什么什么 我想这个案子还会是层出不穷 我们应该是要去探究这些事件的本源 那这个事件其实除了说刚才提到的 事实上也涉及到毒品的部分 也涉及到毒品管制的部分 说到毒品部长 近十年来我国毒品犯罪的状况 是恶化还是改善你觉得 毒品是这样的 在一二级毒品的犯罪的这个情况有减缓 但是三四级的这个毒品的犯滥 是有年轻化 而且数字也还是在增加 那三四级的你觉得会不会产生 我们讲的这些状况 会 那既然三四级的也是一样会产生这些治安的后果 那为什么我们让三四级的还是一样 这样急速的升高 是因为我们对三四级的刑罚不够 还是认定上有问题还是怎么样 这个牵涉的非常广泛 的确也有人提到 是不是把三四级的毒品的犯罪的行动 能够提高 但是也有很多专家学者持不同的意见 那这一部分是由法务部来主政 好 这样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在这个事情上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部长您个人的看法 您赞成费死吗 这个费死这个议题 我觉得是要有高度的社会共识 虽然我个人上来讲 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上要完全的费死 是有相当大家的不同的意见 部长我知道要有高度的社会共识 我也知道现在有很多的不同意见 我现在是觉得我非常不愿意 在这种时候 每次在有重大的社会治安案件的时候 我们就来讨论这一个事情 这个其实对家属又是再一次的这一个伤害 但是如果说连这种有高度社会治安事件发生的时候 都无法理性的来探讨费死这件事 我想我们不能抚慰家属 不能给家属交代 不能给社会交代 也无从建立一个法治的国家 部长就你个人来讲 你赞成费死还是反对费死 我觉得有限度的限缩死刑的范围 但是不能够绝对完全的费死 好 所以我想有限度的限缩 是为了让人权得到更多的保障 但是部长你还是肯定死刑的存在 对一些相关案件还是有嚇阻的作用 是的 好 非常清楚 接下来我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这个不当党产处理条例 这一个我先请教一下 部长在上一次我请教次长的时候 我说过 你知道我们目前在相关的法规法条里面 名称冠上不当的 有几个 印象中是没有 印象中没有 来 我跟你讲 我查了半天两个 两个 但这两个 有的是那种 都是行政办法或什么之类的 为什么只有两个 因为我想 我们在座的委员有很多都是专业的 不当这两个字 它其实带有一种不确定性 它带有一种不确定性 当这个不确定性 当它是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的时候 那么我们在处理它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就应该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特别是如何来认定 在这边呢我再请教部长 假设 假设 因为我们按照目前看到的很多版本 都是要在我们行政院底下 行政院底下在设一个特别的委员会 来认定这些党产并处理这些党产嘛 那这个是属于行政作为嘛 对不对 那可以预见的 这一些被认定的政党 它在被认定之后 应该会提出一些抗告或疑议 那这个时候它的救济方式会是什么 我这样讲 因为这个不是内政部的主张 所以我不能替提案的单位去解释说 它将来怎么去处理 但是 以目前我们民间对于 有关这个财产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失权上的一个纠纷 是可以循民事诉讼的这个程序 好没有关系部长我跟你说 不管是我们提的政党法的版本 还是各委员所提出来这个处理条例 基本上 如果对这一个委员会 这个特别的委员会所提出来的有意义的时候 它还是会透过司法的手段 来取得救济对不对 是 好 那你觉得这样会不会很好玩 首先先用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叫不当 然后再透过一个行政 以行政的方式处理的这个委员会 得到的结果 如果说 被处分的一方有意见 再透过司法的手段救济 那为什么不一开始 就直接从司法的途径来解决呢 这个又要请教提案的这个委员 那你个人的看法呢 我是比较主张 直接按照现在既有的制度 就是从司法的途径来解决 所以我觉得 我们非常审慎的 必须非常审慎的来看待这件事情 我想 我们党团也好 我们委员本身也好 我们本身都非常愿意 来支持转型正义 也非常愿意坦然的来面对 我们过去历史的包袱 但是 所有的东西的建立 它必须 我们下转型正义